我们这个星球上有许多令人惊叹可怕的地方 但是只有很少旅行者或冒险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没错,这个世界并不完美 如平级的北极圈,无垠的沙漠,甚至是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 这些地方都被不断探索和记录着 你是否会感到奇怪? 如今人类科技已经可以说是相当先进 不说探索每一片土地,十有八九肯定不成问题吧 但当你听到玛利亚纳海沟这次诗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这么想了 这是海洋最深处,一个暗无天日的海沟之中 有什么样的秘密存在于下方 接着,我们就开始这一段神奇的旅程 玛利亚纳海沟的命名是源自于它处于玛利亚纳群岛附近的太平洋底 是菲律宾东部最长的一条神秘的峡谷 在太空往下看,是一条极其深邃且幽黑的宽条纹 全长2550千米,呈弧形,平均宽70千米 这条海沟的行程距今已有6000万年 据探测,海沟最深之处达到11000米左右 早已超过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 如果把它倒过来放在玛利亚纳海沟 能够看到珠峰顶的只有三人 可谓登珠峰顶南,探测玛利亚纳海沟更难 但这依旧不能阻止人类探索的欲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总认为海底深处超过一万多米的地方 很难发现任何活物 因为在巨大的水压之下 足以将任何物体压变 但是在2012年时 世界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乘坐《深海挑战者号》潜入玛利亚纳海沟 向全世界宣布 事实并非如此 最终卡梅隆顺利进入这个深渊 记录为10929米 这是无可争议的全世界海洋下潜深度的极限 此次探索时间只有三小时 比原定计划整整缩短一半 原来卡梅隆下潜到10929米时 发现液压油从苍蒙前面冒了出来 想象一下 这里就像外星球般荒凉 寂静 头顶一万多米的海水 肯定会感受到这一种遇事隔绝的孤独感 这种恐惧让卡梅隆迅速返航 在此次潜水的过程中 他进行了视频录制 你们猜他拍到了些什么 其实相比孤独感 还有一样东西让卡梅隆更加恐惧 他竟然在海沟底部看到了塑料 人类的污染竟然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 顿时让卡梅隆感到心惊 除此之外 他还发现了68个新物种 帮助我们了解到 在这个星球上 还有更多我们人类未知的生命 相比于人类对火星的探索 这里显得更加神秘 所以研究这些微生物 人类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除了在底部发现这些幸存的微型生物之外 还存在许多让我们为之惊叹的生命形式 他们生活的这个深度 即使是最强硬的钢铁 在如此强大的力量之下 也会被弯曲 但这些生命之中竟然有鱼类 同时还有一些巨大的蛤蜊 不仅如此 在深海底部 摄像机还照射到了一个巨大的 发光金属圆盘形物体漂浮在水中 摄像机追踪到之后 该物体好像受到了惊吓 突然发出刺耳的声音 瞬间便消失了声音 此后摄像机无论再如何捕捉 也无法找寻知道之前的发光物体 除此之外 一些水母虾类也都生活在这里 但它们的身体 需要抵消巨大的水压 无法生长过大 最大的长度 也不过才两公分 在海底深处 阳光被海水过滤掉 生命处于黑暗之中 许多物种便进化出自身发光的器官 来帮助它们在漆黑的环境中生存 像鱼类中的深海鱼和灯笼鱼 都是利用光来诱惑猎物 当人们第一次踏足到深海禁区之后 对于马里亚纳海沟的研究 都没有放缓过 了解这个地球最深处的奥秘 能够帮助我们改变对生命起源的认知 并且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发现新的物种 持续刷新着人类的认知 这就是深暗和神秘的马里亚纳海沟世界 非常感谢你的到来 好了 接下来就在评论区展现你的能力吧 如果给你一百万 你能潜到多少米 如果非要拉一个人下水 你会叫上谁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